各位老师大家好 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花莲县 今年新课刚调整之后 在科技领域的部分 国小在科技领域部分 我们做了一些架构的调整 各位都知道新的课刚里面 并没有把国小纳入科技领域里面 所以在没有规范的状况下 是各县市自由发展 我们都知道科技领域非常的重要 现在所有的工作 几乎都会跟科技跟资讯有关系 所以国小在这个地方是不能被忽视的 所以县里面在经过一连串的讨论之后 决定把现在最新的 最重要的创科教育 把它加到我们的国小的资讯课里面 那在这个课程的规划 我们将以前传统国小的资讯课里面 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 包括这个中文输入 或者是影片的剪辑这一类 跟现在需求比较相关 重要性非常高的这一个部分 我们都把它保留下来 而且把它做了一些筛选跟精进 那所以呢 传统的资讯课在这样的筛检 综合之下剩下大概三分之一的时数 那另外三分之二的时数呢 我们就把它拿来做 创科教育的部分 创科教育的部分 那经过讨论之后 我们大概这样子的规划 那目前你看到的这张表 是属于就是另外那三分之二 多增加的部分 那低年级的八堂课呢 因为低年级并没有资讯课的编制 那所以我们会希望 融入在各领域实施 比如说生活课里面 那中年级呢 我们就安排了三十堂课 然后高年级呢 希望能够安排三十八课 三十八堂课进去 这个高年级的资讯课里面 我们就先给大家看